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主要講何韻詩事件 大家都知道何韻詩的演唱會被取消了 亦都說他自己被封殺等等諸如此類的事情 他今次被取消演唱會是有原因的 而他自己的助手亦都說他們預料了 所以基本上我可以告訴大家 他想著追討一些錢所謂的損失是追討不了的 所以今次這件事何韻詩是沒有的 完全失敗的 並且何韻詩應該是不能離開香港 我之前也說過為什麼 待會再跟大家重溫一下 但這件事裡面 令到文傑再關注何韻詩的家人 今次文傑關注的是什麼人呢 他爸爸大家都知道是哪一個 是杜曼澤的老師 而他哥哥是哪一個呢 當然你不知道他爸爸是哪一個 你留言給我聽 他哥哥是哪一個呢 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他哥哥原來在娛樂圈裡面 是找到風生水起 而且基本上是 壟斷了某一個集團的演唱會 去做監製總監 到底他哥哥是何許人呢 待會都會一拼過告訴大家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 留言訂閱文傑紳士大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就是要告訴大家 有一個黑暴歌手 叫做何韻詩 俗稱豆腐詩 他原本在9月8日 即下星期至12日 在香港藝術中心壽神劇場 做7場的你尚未成為的演唱會 結果真的做了你尚未完成的演唱會 因為最終這個演唱會是開不了 所以成為不了演唱會 香港藝術中心就是以一個 叫做可能危及公眾公共秩序 及公共安全為理由 取消了他的場地租借 何韻詩死不斷氣 他就說 在網上會如期搞一個網上版演唱會 他自己說 當一個城市連一個演唱會都容不下的時候 作為歌手更加要放聲唱 高聲唱 其實 香港或者任何一個地方國家都好 不是容納不到一個演唱會 是容納不到你破壞那個地方 你破壞那個國家 我們香港不是容納不到演唱會 我們香港是容納不到港獨 希望大家都可以以正視聽 何韻詩在鐵文裡面就說 多謝大家 他OK 撐得住 不知道他是否撐得住 因為這個舞台裡面 他也付出了不少錢 要先付出才有收獲 據估計 他可能會損失過十八千萬 嘩 都不少 據稱 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作大十倍都不出奇 因為大家都知道 當時他們那些遊行示威數人數 都是十倍以上高 高上去 現在何韻詩收到這個消息之後 他也表示會追究 因為今次臨時取消場地 而導致的一切損失的權利 但是可不可以取消呢 大家看看一個叫做租借合約的條款 這個條款在22項C 其實已經說到了 如果租用人沒有辦法遵守 理行本條例的任何規定呢 又或者在租用過程當中 是可能危害和這個叫做 影響公眾秩序的公共安全的情況之下 管理人是可以不通知的情況之下 在不通知的情況之下 取消確認了的預定場地 OK 租用了場地也好 確認了也好 不好意思 是直接取消 是可以不通知的取消 所以他可不可以追討他的損失呢 應該是不可以的 因為一早說明 其實他那些場地 可以不通知取消 所以沒有就沒有了 他就說 香港藝術中心沒有任何證據 還有解釋哪個表演方面 就是犯下這些規矩 也有不同的人士就說 很大機會是因為 何韻詩是一個港獨的 一個叫做 比較行得出的人士 也都是612基金的信託人 也都是立場新聞的前老闆 所以 當然現在好像不是 他說退出立場新聞 所以現在在害怕 他引入一群黑暴在裡面 甚至乎今次的活動裡面 會變成港獨的其中一個活動 如果他在裡面叫光是 那怎麼辦呢 如果他們在裡面叫這個獨 那怎麼辦呢 所以今次就不租用給他的 理由也都很充分 那當然了 是不是一個很平常的決定 或者尋常的決定呢 不是 我是很少見到是這樣取消的 當然是疫情一個問題 就是撇離疫情去說的話 是比較少一些 公眾安全 公眾秩序的可能性 我覺得是有的 絕對是一個理由來的 因為大家知道 我之前踢爆了何韻詩 還有日本那方面的電視台 幫我宣傳 他的一些叫做暴動的影片 是不是 那之後呢 開始踢爆完之後 可能有些人 你不要問我誰 你不要問我是誰 你不要問我是誰 就是向國安處舉報 弄一些片段過去 那在那一次的片爆完之後 然後呢 何韻詩就立即被國安部門釘上了 也都有一些的媒體消息指呢 他已經是離開不了香港 如果他離了香港的話 他一踏入入警署那裡 一遞將身份證 何韻詩 喂 是不是國安系列 有一個何韻詩就想離境 那他就會立即被扣押的了 甚至乎有機會立即被提告都不出奇 那所以何韻詩呢 其實很大機會呢 也都是不能夠離開香港的了 那在今次的叫做事件裡面呢 其實何韻詩呢 他是給了12萬7千的一個叫做租金的 那這個的藝術中心呢 也都是將這12萬7千的租金呢 是全數將會退還給何韻詩 那所以既然全數退還了 那還可不可以追討那些錢呢 極大機會是追討不了 不過他就說 就是無論是有任何打壓都好 都不要緊的 他最終會怎樣呢 就說什麼 在煲底那裡召開這些演唱會 那就是怎樣煲底去開這個演唱會 原來他就想著在網上面那裡就轉為網上直播了 那也都是有一些的新聞就說 說到何韻詩呢 就剛才都說了 就是他已經引起了一些執法部門的關注了 是不是 那麼星島日報大公報也都說過了 那麼他引起一些關注 因為612和立場和佔領運動那些時間被捕 可能大家會問他有被捕過嗎 是 但是他在2014年佔領中環的時候 他是有曾經被捕過的 而他是踢補 並且踢補是成功了的 但是這次有沒有那麼好彩呢 我覺得沒有那麼好彩了 那麼另外呢 大公報也都是上星期五的時間 也都是有一篇的文章寫到 何韻詩是勾結美國特工去反中亂缸 那這一堂的文章也有爆過出來的 那所以他這一件事件 被那麼多媒體和那麼多KOL爆過出來之後 基本上他已經是受到多方面的關注的了 那而今次的事件裡面 何韻詩是否絕對猜不到呢 原來不是的 他的何韻詩的助手 回覆一些傳媒查詢的時候 他們就說 對於今次被取消場地這件事件 他就說他覺得不意外 他也說不知道有多危險 但是不會說意外 是預期中事 既然是預期中事的話 那就是說他們都預計了會被取消 這些叫做音樂會的風險 那他可不可以追討一切的損失呢 不好意思是不可以的 那就是說 他就說不怕神一樣的對手 只怕諸一樣的隊友 老實說 如果你給我的話 我打死都說 當然我事後再說 我打死都說 我完全猜不到他 會是這樣取消演唱會 我所有事都預備好了 你現在取消令到我蒙獸巨大的損失 我會保留一切所有法律追究的權力 現在這樣的話 你都還有機會 即是法官可以相信 即是相信你被打下去 但是現在何韻詩的助手 既然說 預了啦 預了啦 那你預了你怎麼會再損失呢 你預了的話 這些是可預計的損失 那就是說已經不是損失了 有風險 你才會有一個叫做收穫 這些就是風險了 既然你預定了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這件事裡面 何韻詩就再三一次拿東西 他應該是 再拿不到這些錢回來的 那說了那麼久 他哥哥是哪一個呢 他哥哥是姓何的 他哥哥是真的姓何的 有沒有宗教信仰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為什麼會留意到他哥哥呢 因為我看回他今次這個音樂會裡面的班 有些什麼人去幫他 有一個人就叫做何炳迅 這個何炳迅呢 原來呢 是擔任了很多的演唱會監製的 也都有為很多的歌手作曲編曲 還有做歌曲監製等等 在演唱會也都會做這個鋼琴手等等 這個何炳迅就是何韻詩的大哥 是真是哥哥那隻大哥 他就是一個叫做音樂班的Good Music的成員 也都是青山大樂隊的成員 青山出來的 大家都知道了 這個青山大樂隊也都是和何韻詩很熟的 青山和何韻詩都很熟 都合理的 因為青山有他的歌 好難不熟的 對不對 這個叫做何炳迅到底是什麼人呢 原來他在高中課程之後 去了巴黎那裏讀音樂師範學院 然後再去加拿大再讀這些音樂 再讀傳理科目等等 然後由於何韻詩在1996年回來香港 然後加入無線電視和華星唱片公司 然後跟著他妹妹回來香港這裏 我還記得在1997年回歸的時間 何韻詩還在舉國旗說 很開心很感動 終於回歸了 可能是因為他接觸青山大樂隊 接觸得多 我不知道是否有關 總之他現在就反中亂講了 然後這個哥哥 原來本身的音樂路途上面 是一般的 因為他的哥哥 做得不太好 做歌手做其他方面 在後來的時間 透過他的爸爸 進入香港體育館後台 在演唱會製作 認識了羅文的助手 接著 再重遇一個人叫王者康 接著 再透過王者康介紹一個 香港芭蕾舞團 和香港演藝學院 舞蹈團學校的伴奏工作 才有一個穩定的事業 然後他們組了一個 青山大樂隊 再跟何韻詩合作 其實就是說 某程度上 何炳迅 是被他的妹妹 何韻詩帶走 之後才在 娛樂圈裏面 不斷地做不同的事情 最終就做為一個音樂總監 他做過什麼的歌曲 我們很難可以一次過跟大家說 但是他做的歌曲 都是跟一些很受歡迎的人士合作過 我儘管嘗試一下 將他的一些歌曲和合作過的人士 就介紹給大家聽 我再跟大家說一說 他怎樣壟斷了整個演唱會 包括嘉燕媽媽的《佳大歡喜》 然後還有《佳大歡喜》 《什麼刀棧》等等 還有李子欣 即是兒歌天后 林一鋒 也有麥進龍 有何韻詩 很多歌曲都是他做監製 或者編曲填詞等等 或者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容祖兒 麥進龍 趙學兒 盧凱彤 還有的就是 湯俊葉都有 任賢齊也有 林二汶也有 還有一個叫 柯迪夫 黃遠之也有 余文樂也有 有古巨基 薛海奇 陳奕迅 草猛 蔡一智 蔡一傑 蔡一傑 藍奕邦 蘇智威 葛民輝 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多 所以 張志琳也有 顏卓寧也有 梁漢文也有 也有 近年李十一 陳奕仁也有 公阿韻 也有 JCJW 全部都是有份的 黎明當然是不少的 鄭欣怡 鄭秀文 黃妍 林海峰 JC 林欣彤 很多很多 所以 為何他在樂壇做得起 還有就是他最成功 最賺錢的 以文傑找到的資訊 原來不是做這些歌 原來是做演唱會的 導演 兼音樂總監 音樂總監 不是叫做導演 原來是叫做音樂總監 音樂總監裡面 在最近做過什麼演唱會 我們不如說說 佔中之後做過什麼演唱會 是不是 或者是誰做過 有黃遠之 何韻詩 周國賢 楊千華 梁漢文章 繼聰略容祖兒 而交叉李克勤 說非常非常非常多 陳慧嫻 林海峰 那些也是有的 跟著 草蠻也有 不如我們說說太多了 可能佔中的時候 何韻詩雖然被人拘捕過 但是2019年之後 有幫哪一個去做過呢 有這個叫做 林海峰 隨便說 也有這個 東華三院抗疫 慈善音樂會 他就做Keyboard 兼長笛 也都做過 Eason Chan 的網上慈善音樂會 即是陳奕迅 那個網上慈善音樂會 庸祖兒 2019年的音樂會 這兩個音樂會 都是做總監的 OK 林二汶的音樂會 還有是黎明 Neon Token聲營二一紅館演唱會 趙鶴兒的演唱會 最後一個演唱會 做不成的 就是何韻詩 你尚未成為的演唱會 那 所以就是說 其實他們做很多很多演唱會 而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跟著何韻詩 去做這些事情 做這些叫做音樂的事 而同一時間 但是文傑有一些朋友 就告訴文傑 原來 他做得最多的演唱會 據他們的統計 就是做 英皇集團的演唱會 基本上就是被他壟斷了 不是做音樂監製 就是裡面 就是找到一個角色 就是混合了 賺到很多錢 所以如果何韻詩 賺不到錢的話 不要緊 他大哥也會照顧他 那他那層貝沙灣的樓 就不用擔心 這件事不關 總之 就是某些地方的住宅 如果他要租地方住的話 就不需要擔心 他兩個都不需要擔心 就是沒有錢租地方住 還可以住得很豪華 那就是這樣 那今集就為大家爆這麽多這些事情 如果大家想知道他老爸的事情的話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文傑 你很想知道 好嗎 相信關於何韻詩的事情 各方面的事情 是文傑爆爆得最多 連他日本電視台的事情都爆出來 但是這件事是有賴大家的報料 也都在這裏 多謝大家幫我一起找資料好嗎 那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傑紳士樂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個全部 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